因為通膨的影響 國內的實質經常性薪資 呈現年負成長 今年的前九個月 實質經常性薪資是四萬一千 三百六十九元 年減百分之零點零七 十九年以來同期 首見的負成長 用酒精仔細消毒 再將環境做個總整理 要讓客人放心入內用餐 老闆也趁著營業的空檔 到廚房切菜備料 為晚上的營業做準備 疫情趨緩 人潮回流 不過餐飲業 卻出現嚴重的缺工 包括廚師 外廠人員都不夠 除了餐飲業嚴重缺工外 無薪假也燒進科學園區 根據勞動部最新的統計 竹科一家半導體測試廠 和南科一家精密機械業 各通報三十七人 一百零一人實施無薪假 每月皆實施四天無薪假 主機總處最新的統計也發現 九月全體受僱員工 經常性薪資平均為四萬四千 四百一十七元 年增百分之二點三九 今年一到九月實質經常性薪資四萬一千三百六十九元 仍年減百分之零點零七 因為在通膨壓力下 薪資的漲幅根本追不上物價 主機總處證為二零一二年歐債危機時 當時前九個月累計實質經常性薪資減幅達到百分之零點四七 零八年金融海嘯的實質經常性薪資年減幅度 更來到百分之三點零五 因此相較之下 目前的情況相對平緩 記者維莊智成推播